去年4月18号 日本京都二条城遭人大量弃制不明黄色粉末 破坏古迹环境 这处日本国宝紧急关闭 没想到乱丢粉末的居然是来自台湾的三名女性 落网的三名台女分别是50多岁的柳梅问 柳梨倩姐妹和妹妹的友人林品盈 她们三人去年在二条城里54个地方 用汤匙撒香粉引发骚动 三人隔天迅速出境返台 但日本警方调阅监视器早已掌握三人名单 没想到他们今年4月18号又再度飞往成天机场 而且又拿了同款香粉1.2公斤入境当场被带 京都二条城贵为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江户幕府大政奉还走入历史的重要舞台 但这里发生的战事并不多 台女的震魂说让日本网友都很傻眼 只是三人为何这两年执意要选4月18号作案 或许跟日本的民俗历史有关 4月18号是日本的薰香日 根据古书日本书记中的记载 西元595年4月有香木漂流到日本 这是日本最早跟香有关的记载 再把香字拆开来看刚好是18日的笔划组合 作案日期是不是与这有关 日本警方并未透露 但这三名台女可能因此触犯入侵建筑 妨碍业务等罪嫌 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50万日元以下罚金 记者综合报道